那怎么跟众生写的冤筹呢 饮食啊 你吃众生肉啊 这桩事情很可怕了 联合国下面的机构 报道的 全球 每一年 沙海 陆地上的 海里面的 捕这些鱼虾 一年多少啊 三千三百多亿 吓死了 我们想起来太可怕了 这些冤情再出 会把这个社会争乱呢 让我们在世间受罪 一个畜生 他是一条命 他过去做过人 人做的不好 迷惑颠倒 变成畜生 我们去吃他 杀他 他有冤恨 他那个冤魂也不散了 也是追逐 人类 喷嚼的时候 如果手段很残酷 让他非常痛苦的死去 那个怨恨非常深 我听说我没见过 听说有人吃猴脑 我不知道 他怎么个吃法 活的 把脑袋盖打开的时候 用瓢根去 那个猴没死 活的 他来生会饶你吗 你这样杀他 他将来杀你 比这个更惨 这个怨恨永远结下去 结不开 单单影视一到 就不知道跟多少众生 结的怨处 那么现在的学会 妇女堕胎 堕胎是杀自己的儿女 他会饶你吗 佛告诉我们 子女跟父母四种缘分 没有缘 不会到你家来 这四种缘 是报恩 报怨 逃债 还债 没有这四种缘 不会到家来 不可能成为一家人 如果是报恩的 你把他杀掉了 堕胎把他杀掉了 恩变成仇 如果是报仇来的 你把他杀掉 仇恨上再加仇恨 是来讨债的 还是还债的 你把他杀掉了 债务上面又加了一场杀害的时候 命债 本来是一件财务上的 现在还签命 你是怎么得了 这个社会 为什么这么混乱 灾难 为什么会这么多 报应 不善的业 不善的念头 不善的心 不善的行为 造成的果报 一定要知道